如果一个男人跟你在一起相处的一分钱就不花 那他离开你 他也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他不会亏啊 他随时都可以离开你 为什么越花男人的钱男人越爱你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干货 第一 你能够增加他的沉默成本 什么叫沉默成本 就是他为你的付出越大 他为你的关注就越大 你看我买一个爱马仕的包 我肯定会很爱惜这个包 会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好 对吧 我怕它会起灰神 我怕影响我的二次使用 但如果我在淘宝买了个100块钱的包 我觉得无所谓 这个包丢了 我也不会心疼 一个男人为女人花的钱越多 他对这个女人的上投程度也就越高 我记得我经营会有一个姐妹螃蟹 她就是这样子 她是我三月份经营会刚成立的时候 进来的第一批元老 这个女孩顶级聪明 她也是五大的EMBA 她也经常去混圈子 当时她谈了他们班一个资产商业的男人 当时螃蟹就是被这个男人的光环所迷扑了 这个男人也没有为螃蟹花钱 而且在这个男人资金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螃蟹借了他300万 但是后来这个钱一直就没完 所以螃蟹来找到我 他说唐大姐 哎呀我真的太后悔了 我现在赶紧想办法把这个钱拿回来 我就当长了一个记性 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 第二 人都是麻烦出来的 越麻烦感情越深 而且你们要知道 真正优秀的男人 他们拥有的是什么 财富 定位 资源 财富在他们的人生过程中是排第一的 你如果他喜欢你 他就会把他的财富给到你 但他为什么要给到你 是因为你值得 你用什么能够提供给他呢 当他把他的财富分享到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要给他回馈相应的情绪价值 当你把情绪价值拉满 当你能够为他做好服务的时候 男人他会觉得 他花这个钱是值得的 所以人跟人之间只有麻烦来麻烦去 只有不断地去产生一些流动 才能够让这个男人跟你牵扯在一起 所以唐大姐我经常告诉大家 我说财富要流动 你们要学会去麻烦男人 无论是这个男人 他布置也好 还是给你提供资源 帮助也好 你都会发现你越麻烦他 他越爱你 因为他在你身上也投入了时间精力 更重要的是 你让他投入了他最爱的钱